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PPT經濟的Michael 今天是2016年6月26號 現在是下午的2點55分 還有5分鐘的話 西部時間這邊就開盤了 那麼 今天這個視頻裡面我想主要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SPX上面的IV 也就是它的SPX SPX上面的隱含波動率 那麼我們就知道 UVXY這個標的 是一些朋友非常非常喜歡做交易的這麼一個標的 因為就是說它的波動非常非常大 那麼有些朋友就會認為 UVXY是不是賺錢在上面賺錢很簡單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UVXY 這邊我換個顏色 UVXY在週五的時候 那麼這個標的是上漲了44.13% 那麼這個標的跟蹤的就是這個VXX 這個短期波動率 那麼VXX的話 那麼自然就是說它的這個漲幅呢 就是在星期四那天就漲了24.32% OK 那麼VXX 它的這個跟蹤標的就是一對這個VIX 期貨的這麼一對一對VIX期貨的合約 通過這個近月和這個遠月合約來構成的 那麼在這裡的話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就是這個VIX這個近月遠月合約 它們的這個contangle狀況 它或者是backwardation的這個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麼好 現在我們到了這個VIX這邊這個 這個期貨鏈 這個期權有期權鏈對不對 那期貨當然也有期貨鏈了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就是VIXN6跟VIXQ6 OK 它們兩個的之間的差距 這個VIXN6 這邊的話我用紅色代表 VIXN6就是波動率的這個七月合約 這是七月 七月合約的話它現在的價格是 我們來用這個BITASK來看的話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大概是 這個BITASK差略有點大 然後我換一種顏色 然後我換一種顏色 然後現在這個VIXQ6 8月份的這個合約 它這個價格是 22塊145 對不對 也就是說這裡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就是 7月 的這個價格對不對 大於8月的價格 那麼大家 你們應該會覺得 這不合理啊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 時間剩餘的少了 那麼剩餘 於24天 的風險 竟然會大於 對吧 剩餘 52天的風險 對不對 這就是 這樣的一個 非常非常 怎麼說呢 就是說一個這樣的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 Volatility 波動率的這樣的一個 Backwardation 也就是說 現在 近期的這個合約 比遠期的這個合約要貴 也就是說 近期的這個風險 比遠期的這個風險要大 好吧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也就不難解釋 為什麼追蹤這一對 這一對 期貨合約的這個VXX 它的價格會上升 對吧 因為VXX每天它要賣 N6 去買 Q6 對不對 那麼如果現在的N6 就是這個 契約合約 比Q6要貴的話 那麼它這樣子 它賣N6買Q6的話 就有 正收益 對吧 正收益的話就會造成它的這個NAV 也就是這個Net Asset Value 往上走 所以它的這個股價 VXX 同樣呢 就跟著它的NAV一起往上走 那麼正常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正常情況下我們來看 Q6對U6 這個就是8月份 Q6 OK 這是8月份的這個期權 8月份的這個ValueFuture 跟這個U6 就是這個ValueFuture 那麼當然 那麼還是這個Q6這邊要貴 對不對 Q6這邊要貴 那麼所以呢 這樣的話也是一個backwardation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是從這個今年的10月份開始 從今年的這個VXV6 開始 這個價格 這裡 115天的這個價格 對不對 明顯就低於了這個X6 VXX6 小於了這個VXX6 對吧 那麼因為這個 V6這個價格是 22塊01 對不對 然後這邊這個VXX6 這邊是22塊1毛2 也就是說在這一個點上 在這一個點點上 這個 波動率 波動率期後的這個價格 重新 重新變成了 就是說 重新變成了一個正的這樣的一個contangle 好吧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麼 那我們如果就是說 有一張圖 就是說讓我們 再畫的話 那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7月份 對吧 8 9 10 11 12 這樣的一些波動率期貨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現在的話是在23 7月份的這個在23 就是更高的這個地方對不對 8月份的這個呢 再慢慢的往下走 那還是比前一個月要高 對吧 慢慢往下走 然後到October這個地方 就是 在這一個點 那麼前面的話都是我們緩慢的下降 然後到 November也就是這個地方 這時候 好 那我們就往上 往上走一點 對吧 但是還是比這個點要低一些 那麼把這些線連起來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Volskill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麼正常的話 我們看到的Volskill應該是 這樣子 現在的話就是反過來了 反過來的意義是什麼 反過來的意義就是這個市場 通過VolFuture 再告訴我們 再通過這個波動率期貨 再告訴我們 短期內 市場裡面 存在著很大的風險 對吧 好 但是 但是 我們必須要證實一點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 SPX 目前 目前我們的SPX 它的這個隱含波動率 這個IV percentile 銀行波動率的這個 嗯 極速 已經到了91.3% 也就是說 在過去一年裡面 我們僅僅有 百分之91 呃 僅僅有百分之8.7的這個日子 是高於現在這個IV的 好不好 那我們從這個圖上面標出來了 那麼現在的話我們是大概是在這個 這個這個IV 對吧 在百分之26左右 那麼在過去一年裡面 高於 這些 嗯 高於現在的這個這個的情況 那我們有這裡 去年8月份的這個閃崩 對不對 那麼還有這邊閃崩之後的做了第二個的這個這個這個底 對吧 這第一個底第二個底 好的 然後今年1月份 今年1月份 在這裡 好 大跌 那麼做了第二個底 好 在這裡 歷史上僅僅只有這四次 只有這四次 情況 IV是高於現在的這個地方 地方 對不對 那麼可不可以換一句話說 換一句話說 我們來 我們說 現在的這個IV 遠高於 之前的 相對水平 對吧 因為 之前 我們在 我們的IV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在1800 我們不在 我們我們不在2000 對不對 那麼現在呢 從這裡來看 我們當時的話是在1900 1800這個位置 不在2000 那麼所以要 要麼 要麼 現在的IV 正在 為未來的風險 定價了 過多的定價 要麼 就是SPX 要繼續往下走 對吧 但是這不是一個兩圈 這不 不能變成一個兩圈其美的這個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如果SPX往下走 那麼IV自然也會繼續往上升 對不對 那麼很快 就會升穿 到這個 上升到這個95% 甚至是100%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 一年來的這個新高 對吧 那麼現在這種情況下 但是單純就是從這個數字上面來看 過去僅僅有8.7%的日子 日子 是高於現在的IV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現在做多波動率的話 做多波動率的話 僅僅 只有8.7%的勝率 對吧 我們從一年的這個數據裡面去回溯 那麼 你們還認為做多UVXY 是一個好主意嗎 一比這個交易勝率 勝率 小於10%的這個交易 你們認為是一個好的交易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不是 再說了 這裡的話有兩個非常非常密集的 這個Faybunacci的這個 支撐的點位 一個分別位 分別位於在2035到2000的這個位置 那麼在這裡的話我的觀點很明白 就是如果到2000這個地方的話 我會buy break 也就是說我會 抄底 好吧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麼今天的這個免費版視頻研報 我希望 能夠幫幫助大家去理解波動率的意義 那麼還有這個波動率的一些知識 那麼我再次重申 現在 SPX上面的這個IV%已經非常非常的高 在現在這個位置裡 符合邏輯的舉動是去賣空波動率 而不是去做多波動率 那麼 當然 在波動率這麼高的情況下 期權也是相當相當的貴 對不對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應該採取賣期權的策略 而不是買期權的策略 以來以求這個做空IV 或者至少是減少Vega這一邊的exposure 好吧 那麼今天的這個免費版視頻研報 就先跟大家講到這裡 那麼我們明天在live教育室裡面再見 可以教育室